呃 也有可能会大家就是roll啊 但是让啊这些 但是我觉得胜者组你看就这个情况 哇 直接打 打地盘 哦呦 漂亮 先打两个 暂时还无伤 哎呦 这颗雷是什么情况 被露露的一个雷炸到了牙皮 有内鬼 终止交易 我们服人的话得浪费很多压迫的时间 嗯 但还好这个位置是不会让对方给补到的 而且 咋残了 这个能锁定一个人的位置 是的 但是旁边是大呼吸 别被补 想补 换了喷子 然后再翻下去要转一个背身 想把身把经典暴露的人给rush 漂亮 漂亮 全部解决了 可以啊 一下来落地先拿四分 而且 是的 呃 这一波赌的效果比较糟 看能不能扫一个下来 啊 还扫一个下来 这样的家道欢迎要是调不下一个人来 有点太没面子了 是的 这波感觉BBR过得还是速度还挺快的 BBR没有 又掉了一个 BBR应该是想趁对方集结赌桥之前 我赶紧过来 没有想到就是对手这个地方来赌桥 丝毫不想到了 而且你看他那个阵型 就是你以为过了第一关了 结果后面那关还有人 是的 两道防线 鸡苗斯嘎都在赌 真是很 对 这个信息 TMA应该能从右上角 读到 对 读到 他因为之前吃过 在桥桥吃过亏 嗯 应该会小心一点 而且落地赢了呀 是的 完胜 都在赌第二波吧 应该是的 因为他这波已经获得了一些物资 而且拿到分数了 其实确实没有必要 这边WC Great Shot是被干掉了 昨天WC在这个大场合 和三防的拉扯 给我们留下个身份 这全是一个包夹 BBL到哪儿都是进入了一个包围圈 想打一个下来 打下来了 昨天BBL是拿了比较多的分数 他们是靠不断的劝架 然后做第三方拿到了很多分数 然后正面也展现出了一定战斗能力 说实话BBL这次本来也是一个 不太被看好的队伍 因为他们在欧洲赛区 已经习惯了 刷人四排 是的 这是一个回放 这右下角是一个回放 对 BBL彻底没了 是的 哦 这边李枸子还打炸车 炸死了BBL的最后一名队员 是的 好 NWP现在使用比较紧 是一个Navi Navi被两路夹击在萨萨 这里被UBA反杀 哇 这个 他在打经典的时候 UBA已经把枪架准了 对 萨萨 有看到OP也要过桥 那天路的局面不太好 Navi这一侧 看看能不能 打下哪位 不让哪位去再干扰 清楚对方具体的站位 打起来还是有危险的 先去抓这个防徐 防徐里面有一个的 冠神直接过来单挑example 这边example等的就是你 他开始等了很久 这个防徐没想过枪 然后觉得说 看能不能先把这位给抢 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个人 反贴的这个角度的话 直接过来 有雷 打闪先把防徐的人给拔掉 但是一个example 踩得死死的这个站桩 一个一个过来 这是一个北切 17在靶场的围墙面上 吃到一个圈 这里Navi是最后 还是成功的把这个地方给拿下来 是的 两个交手来看一下 哦 有动啊天鹿 直接一波刷屏 切过来一波刷屏 带走了 overpickers 是的 而且OP上来的时候 其实天鹿这个位置 是有点 天鹿 天鹿准备要服一下队友 他现在很担心的 就是三房的人摸出来 打大话我们看到是 有这个想法 但是第一时间 没有贴到这个反鞋 还是求稳的 不够果断 想摸又不摸的 早就在那了 但是这波打架 打的还是 就是有点超乎 他的一个想法了 这么快打完了 对他觉得太快了 算了算了 对方可能站稳了 Yahoo的Bell Fox跟Ponage 完成了对面 是的 他想把人赶走 左边来车了 对Yahoo 再来 漂亮 哇这波很关键啊 关键 说实话 这个位置速决的 开枪选择是错误的 但是他 这就是IPS 你打赢了什么都是是的 你打赢了其他 看什么 无所谓 没有什么位置关系 可能我们在开打之前 要分析一下 是的 只能跟你道歉 哇这边天鹿 你敢信 哇他直接冲到近点 对小偷这里倒了被捕 但是已经算是成功的贴到了房区 哎他气势无敌啊 是的 一上来气势无敌啊 那路表演很明确 天鹿只要能把这个房区 拿下他的这一场比赛的 保底分就已经足够了 他天鹿现在进点房区 只有一个人了 是的 面临两支队伍的一个冲击 因为拖大了 天鹿这边感觉 天鹿这把正好 哎 找到机会推起来 但是天鹿那边的残局房区 好像还是花了点时间在清理 还在对 还在对质 还在对质 时间有点紧 那的话他是有机会收割打那把这个 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 是因为只有两个人吧 青楼也得小小惺惺的 应该锁定范围了 对 他出过枪 他打了一个天鹿的 当时打了一个小童 巴托林斯这个时候是肯定不漏了 Spiral肯定是不漏的 Spiral这个时候想的就是 等天鹿这两个人开车出去的时候 我大打 是的 在这么极限的边缘 他还是一个二二分彩 结果被两个对冲 我感觉是什么 就是他们想 果然是这样Spiral是来了一波贝斯 趁对方开车的时候 但是连锁反应 主要是旁边有个打拿吧 这里有点枪线的话 也是淘汰掉了天鹿 那Spiral的位置也被锁定了 也出不来了在南边 是的 Spiral现在很气啊 就这么大一个枪 撞过来 差一枪啊 两个残血 天没 利用这个平原来守住 从三方推进的DA1 这波球可以爆了 刚才就是你赶的我是吧 小伙子 好雷对方掐 背后还有DA1的枪线 是拉了一个侧身 雅皮这边是被背身的小鬼放倒 想捕人 听时间被捕掉 这边眼体稍微有点局促 但是活下来应该问题不大 嗯 17在这个时间点 是把队员的枪口一致 是的 这边天没是奋勇向前 直接是 在没有吊人的情况下 拿下DA1 他唯一一个吊的人是 实际在这个地方 好多手雷 这个我感觉不太好打 因为旁边还有一支队伍的呀 哇 但是 效率很高 这里只剩下 露露一个人 露露这个大电脑打起来以后 肯定这个小鬼 就是一件事 就是我要跟你换分了 是 兄弟别怪我不仁不仪 我要干死你 主要是 17手里的投注还挺多的 他这个火 其实可以尝试往烟里面去 扑一扑看 能不能逼出对方走位 背身来人了 来人了 WC 刚才就有可能会站在 他们打 把甜妹的位置来打他们 哇 打他吧 这边被融化 是的 哦 这里 还是 补枪成功 那背身这个WC 已经快要摸上来了 时间来不来得及 WC冲得很快 转身过来看了 小五 小五这边第一 漂亮 再拿枪 队友补枪 对方你死血 爆了枪头 后点再扶人 而且人已经扶起来了 扶装机 nice 漂亮 11个淘汰 这波小五弟弟就是立下奇功 1.9个 队友的淘汰我看了一下 非常的均匀啊 很平衡 三个四兄弟都有感觉 这个时候感觉浪漫 我一直在担心CES什么时候上来 但CES就拉不上来 对他一直不上 他往山上跑就是了 对 整个山都是他的 山带网 最后一个人撒路他不给分了 是的 这是传统 这个确实也没机会了 点出来了Kickstart的位置 但是另外两个人还不知道 直接放头 打倒了 漂亮 十一手拉到一个侧身 看这个雷 往右甩一点点 小心 你EU的侧身是没问题的 至少这个反坡呀 他是实气能控了 对 这个反坡如果实气控不了的话 他后续进了圈真的很难占 嗯 EU现在两个人被夹在中间 就更多 是的 这是因为人多 哎呀 小心哪 这一波在压什么 这应该是OBbug 对 主要是 是的 CiC这两个小哥 这个扔一个集火雷 应该会效果更好一点 炸了一个 炸了一个 小五要 这边要准备跟六有会合了 是的 分数现在实际上 禁点十一兽 上十都可以 先补人 握一下 安静呀 实际上了 B雷真哪 这Snega是蒙了呀 实际上过来怎么还给我带着雷过来呀 不过小五打了 但是小五打了 小五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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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掩铁 不急啊小五 一定要找掩铁 这个地方太开阔了 小五打一个 三打一 三打一 对方在扶人 至少可以拉一拉高点了 对手里没雷了应该 Legos现在已经踩在对方头上 先补人 可以 对方在烟雾弹里面出烟的时候 可以看到素九是被Tycon打了一个侧身 是的 现在其实可以锁定对方就在烟里面 炸一下 炸一下这个烟 但是小五距离还是远了一点 小五需要过来支援一下 先把人补了 二打 这时候掩体是CES会更好一些 现在Legos的预秒点太 这波烟雾弹 他自己没有看起来 是的 他架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是 就是他要看的角度太大了 小五还有一颗雷 这个雷 这个雷很 一颗火 闪 哎 他被闪到了 好惨 他被自己的闪闪到了 一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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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错身了 小心 小心 先补人 拿到分数 手里没有烟雾弹了 他这个位置 补了个烟 他刚刚补了个烟 还好还好 他就在活动范围的话 确实有点局促 哎呦 可惜